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一家媒体独家报道了村庄系的队长Tayen 遭到房产诈骗的新闻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根据媒体报道 2019年Tayen的父亲在离世前 透过在大型不动产开发商工作的好友听到开发消息后 以Tayen的名姻用韩币11亿购买了经济岛河南市的土地 但是该土地是收到山林保护法保护的土地 只能以军事以及公共设施开发使用 而经警方调查后发现 这家大型不动产开发商 最初以4亿韩币买下土地后将土地划分 对外诈骗宣传已经掌握到了这块土地有未公开的开发资讯 三个月后将这块土地以11亿韩币卖给了Tayen的父亲 然后以有著名艺人也买了这块土地做宣传继续诈骗 整个受害人数高达3000多人共2500多亿韩币 不过虽然Tayen是这个事件的受害者 但是韩网的反应并不是很好 听到未公开的开发消息后买的土地 所以算是投机吧 现在我们国家因为房产问题这么乱太失望了 想要炒房产结果被骗了 父亲还借用了Tayen的名字交易 想要炒房产后被骗的话就能成为受害者吗 这是用Tayen的钱Tayen的名买的 所以就是Tayen买的 应该就是跟爸爸听了咨询后购买的 如果护航说这是爸爸自己用Tayen的名买的 税务局跟警方都会联络Tayen的 都已经有这么多钱了还想要投机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自己喜欢的艺人买楼买地就说是理财 不喜欢的艺人就说是炒房产 这事实本来就是Tayen爸爸听朋友的介绍后买了这块土地 结果被骗了 媒体们却用Tayen的名字报道了新闻 在这里骂Tayen的人 脑子里是装满了乌龙面吗 受害人数有3000多名 你们不就只是想攻击一个艺人再乱说话不是吗 如果真的是涉及到法律问题 不用你们 媒体们就已经报道了 然后Tayen也亲自在IG发文了 因为从小就跟家人们分开住 所以希望以后能跟家人们都住得很近 想要做一个家人们一起住的地方 是我的梦想 在家人们的同意下 是父母亲亲眼去确认后决定的 请不要误会盲目猜测 我现在也是单方面的收到了受害消息 所以正在等待中 很伤心需要这样解释这种事情 只是希望大家不要误会盲目猜测 我是疯了吗 去炒房产 对于Tayen父亲遭房产诈骗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Kim Sono代言重新上架的消息 在10月20号 韩国一家Kim Sono代言的口罩品牌 跟其他品牌们一样 下架了官网 以及上传到YouTube上的Kim Sono代言影片 但是在今天28号 投照品牌重新上架了Kim Sono的影片以及照片 因为是最受到消费者舆论影响的广告界 重新公开了Kim Sono的样子 所以网友们都很好奇 其他品牌们会怎么处理 当然对于Kim Sono代言重新上架的消息 网友们的反应非常极端 没用过这个品牌 以后也不会用了 这个公司到底是在想什么呢 我要抵制 哦 要定期订阅购买了 不被风向影响 能下这种决定 真的是可以信赖的品牌 谢谢相信Kim Sono 对于Kim Sono的代言重新上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让人心动的韩剧动图 icans 让人心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